观众朋友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33 下面的时间里将邀请工党国会议员David Park和霍建强 给您介绍一下工党新的电费政策方面的一些资讯 观众朋友 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自工党的两位国会议员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朋友们谈谈有关工党最近的一些政策方面的有关的一些资讯 那么大家都知道 5月16号国家党政府公布了新的一年的财政预算案 工党对此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同时工党也在最近推出了一个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关电费价格方面的一些政策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工党的财经事务的发言人David Park 欢迎您 欢迎 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华人的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 欢迎您 两位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声好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到这个场合 跟我们的财经事务发言人David Park Honorable David Park 他呢是我们海兰卡克工党政府任期内非常强悍 非常高效能的好的部长之一 好的 那么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啊 都其实非常关心有关电费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那是不是请这个David跟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你们工党的电费价格方面的一些政策 我们财经事务发言人讲的话 就是工党最近公布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成系统的一个能源方面的政策 那涉及到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过的 就是跟家家户户生活特别贴近的这样一个电费问题 那电费实际上大家知道 在新西兰我们的再生性能源 神用的非常好的 就是水力发电跟热能发电是占了一个主导 那目前呢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把这些电发出来的成本 跟推到市场上这个利润 所谓他们商家的利润 落实到我们每家每户身上的 这个所谓我们收到这个电费 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这个不平等的就是差出了很大一部分 他刚刚提到呢 就是说目前电费 实际上是超过了我们 我们都不会有个通胀指数 是超过了我们通货膨胀的12倍 所以工党推出这个政策呢 能够这个政策如果实行的话 能够给商家的这个电力成本降低5%到7% 跟每家每户大概能够省 每年3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 那能不能再请大家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政策方面的 我们都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每年的时候呢能够降低 商家是5%到7% 我们居民的这个用电的价格 就是费用支出可以减少300%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了 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 Well at the moment in New Zealand electricity is the sale of electricity is controlled by the five major gen tailors and we think there's not enough competition to be holding down prices properly and they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 they're using the free public water resource and they are effectively capitalising the value of that into their balance sheets and we're paying for it through higher power prices than we ought to have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家每户用电 包括我们在演播室里用电 是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是发电厂 对吧 另外一个渠道是零售商 那目前的情形不太公平的地方 在哪呢 就是全国能够形成垄断 这样一个态势的 是五家 五家他刚刚用了个词叫 GenTel 是Generator plus Retail 就等于说他又是发电的 又是零售商 又是零售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等于说他 可以垄断这个价格 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等于说 我们刚刚不提到的 就是说在新西兰发电 再生性能源 实际上用的非常多 非常合理 在全球应该是 非常领先的地位 那所谓再生性能源 无非就是目前用的多的 一个是水利发电 热闹 对 那水利发电 这个水是大家的 嗯 就等于说 是公共资源 是公共资源 但是呢 他把这个公共资源 免费拿来之后 产生了电能 由这个电能 又通过自己 通过零售的这种管道 发给每家每户之后呢 就是他从中赚 赚取的这个利润 是不合理的 所以呢 工党这个政策呢 就是说成立一个新的机构 叫New Zealand Power 就是New Zealand Power 这样一个是政府的 这样一个 电力公司 电力 相当于一个机构 电力管理部门 由这个New Zealand Power 去向所有的这个发电厂 去购买这个电 然后通过这个 再通过零售这个管道 在销售的每家每户 这样呢 就形成了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 就是说 引进了竞争之后 通过竞争 因为你的成本降低了 但是通过竞争之后呢 服务又提高了 所以这是工党政策的 一个基本的 一个态势 就等于说 第一 要控制好这个五大 就是合二为一的 这样又发电 要用这个零售的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利润空间 调整到合理的利润空间 实际上这个电能是个源头 你解决了这个电能的问题 我们商家在 商家自己的成本控制方面 就能够有理的 比较合理的 能够有这样一个机制 控制自己的成本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经济导向 就有可能从现在的这种 经济发展非常疲软的状态 导向到 比如说我们全力扶持 我们的出口经济 扶持了我们的出口经济之后 就是拉动自己的内需 拉动内需 其实每个商家 每个老板 都有更多的资源 去雇用新的这样一个员工 这样经济就启动起来了 所以呢电力 虽然我们现在谈的是 电力这个成本本身 实际上电力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大的体系当中的 对 那么通过 那位的合伙议员的介绍 大家对工党的 这个电力方面 电费方面的一个政策 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 那么这个相关的 这个结构 已经存在了很多 很长的时间了 那么为什么工党 才在今年提出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is that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the problem haven't been there for a number of years so why Labour just introduced such kind of a policy now you can only change the electricity 那通常 那通常你要任何一个新的政策的启动 它大概要两年时间 整个市场才能够合理的调整 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呢 也是取决于这个供跟区 尤其是电力发电的这样一个 它的自身的发电能力这方面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 非常好的考量因素 如果在这个考量因素 不确定的前提下 你要动任何大的政策 实际上导致市场的不稳定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在工党执政期间 也是一个全盘考虑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刚刚说的是 Lions Company 就是这个电力 我们有了发电厂 有了这个零售商 实际上是要靠这个电线去输送 这个电线输送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也都是垄断的 这个呢 我补充一句 就是说 我曾经参加过 好多这个国会的 专业文会的听证会 听到一些各个民众也好 这个电力输入公司也好 他们讲这个 新西兰这样一个地形地貌 做这个电力运输 实际上是很大的困难 有些它的地形 我刚刚不是说地形地貌的 这些方面的限制 所以工党政府在过去呢 在这个电力输送这方面呢 做了一个大的改革 所以呢 涉及到国际党执政 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所以第五年头的电费 大概是算了一下 超出了通胀的五倍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恰恰现在这个时候 是 我没有用这个名不聊声 我会用这个字 但是大家能感觉到电费 总是每年是涨的 所以我们大概 听众朋友和我们主持人 我们自己都有这种感觉 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呢 现在是必须改的时候 而且呢 是国际党政府是属于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政策导向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 提出了这个政策 对 那么我们最后的观众朋友可能 包括我也是这样 就是比较关心 那么提出这个政策以后 它如何来付诸实施呢 这个过程 今后的过程 或者这个道路又怎样呢 now we have the policy how to get the policy implemented well the way the way to get the policy implemented is to yes if Labour is voted into government and at the moment it's looking a very likely prospect a coalition between the Labour Party and some of the other parties in parliament is looking very likely and then we would change the law to require the generators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tailers 一路来的这个民调 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了 就说不是两个非常 就是竞争激烈 弄不清哪边阵营能够胜出 就是工党已经明显的胜出 就是这个中偏左 跟中偏右的这个民调比例 所以大家如果关注的话 这个比例现在看得 已经非常清楚了 另外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 目前国家党的联合政府 除了毛利党的三票之外 是61比60嘛 就一票之差 对 所以这导致为什么 那个出了那么多问题 国家党要死保死庭 那就是因为 它是61对60 所以目前是61对60的 一个格局 那2014年明年大选 刚刚提到的就是 一个民调 我们非常有信心 而且呢 民调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呢 刚刚说 你提到的问题 就是这个政策 如何实施 如何实施 第一步 当然如果是工党 要是执政的话 执政的话 我们第一步 修改这方面的法律 那我自己个人补充一点 我们华人朋友 或许对这边的国会体系 还不是完全了解 对 在这边呢 没有国务院的红头文件 对吧 它的所谓国务院的红头文件 和其他的政策的实施 都是靠国会的立法 就是通过 要三度 对 靠国会的立法 那靠国会的立法 现在我刚刚 不是说我们国家党是61对60票 就是除了毛利党的三票之外 它是61对60 也就是一票之差 它就可能这个法律通过 或者法律不通过 对 那工党如果2014年大选胜出 我们第一步就是在这个 电力方面 做一个一系列的法律上的修改 那法律修改之后呢 又回到这个原点 就是说 水也好 风也好 热能也好 这是公共资源 那你目前的发电厂 或者是这方面的公司的话 你用了公共资源 第一 我们承认 你必须把自己的成本收回 第二 你必须赚取合理的利润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这个利润空间 不能大大的离谱 大大的离谱 就是说 你国家党执政 第五个年头 你已经超过这个通胀的五倍 这个对每家每户和商家来说 是非常不合理 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政策 实际上是 使这个市场的机制 跟经济更合理 对各位来说 更公平更合理 好的 那么谢谢 我们的代表的国会议员 还有霍建强 华人国会议员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有关工档 有关电费方面的 这个新的政策 好 谢谢两位